北京时间8月2日,2018年羽毛球市锦赛,结束了女双16强战的争夺。 随着黄甲球与小韩18到21,19比21不敌日本组合田中之岁逆袁孝春,国与女双只剩下头号种子,澄清澄甲一万里对组合。 女双国与期间20次夺冠,其中前两届市锦赛,还是因为统计有争议没有计算入内。 国与女双真正意义上的唯一纠冠,是1995年洛桑市锦赛,当时夺冠的是韩国组合纪勇甲张惠玉。 从1997年葛飞孤聚在夺冠到2017年,陈清澄甲一万夺冠,国与实现了惊人的十四连冠。 目前女双八强中,日本队有三队球员,宁宁有三队,另一队是泰国组合。 这次国与有陈清澄甲一万,与小韩黄雅雄,杜月李英辉,黄东平里温媒四队组合参赞。 除了黄雅雄与小韩十六强战不敌田中至穗米园小春之外,杜月李英辉本轮在内战中8到21,19比21不敌对有陈清澄甲一万。 女双第二轮,黄东平里温媒先以后输,败给了日本组合松本来又永永何可那。 比分为21比16,16到21,15到21,几年前的市井散,一般到了八强的时候国与女双至少有三队,有时候是四队选手晋级八强。 但这次我们只有陈清澄甲一万里的组合,即使是去年的格拉斯克市井赛,国与女双星期八强的也有两队球员。 陈清澄甲一万女双八强战的队,首是燕尼组合玻利拉哈游,后者本轮21-18,21比13,击败马来西亚组合都没任理名言。 中国体育直播,ZHIBO.TV,正在全程全场次直播,2018羽毛球市井赛。 8月5日,前国与男双攻击队长,独学蔡英将再次做客中国体育直播间,为球迷们带来精彩的市井赛决赛解说。